第三百三十九集 沙黎表情有些不太对 但是很快 沙黎又动用了第二招 然而 这一次阵法不再无坚不摧 不再势如破竹 在那怒吼声当中 沙黎竟然轰碎了阵法几分 轰散了漫天烈焰 一道道裂痕出现 不过如此嘛 沙黎冷笑道 但是很快 那碎裂的阵法竟然冰冷至极 一道杀意直接涌出 这不光是守护阵法 更是一道杀阵 在阵法突如其来的这一击之下 仿佛锁定了沙黎 沙黎只能阻挡而去 巨大的反阵力量之下 沙黎的剑发出一阵深吟声 剑光黯然 那巨大的力量冲击当中 沙黎身形一顿 连连朝着后方退去 这凝聚而成的沙阵 最起码有着神游进五层的实力 这到底是哪个阵法式的杰作 沙黎自然不会认为是夜沉 足足退出八九步 稳住身形的沙黎 这一刻眉头紧锁 压制着体内翻滚的气血 他面色难看 可惜只有一道力量 沙黎冷哼一声 再次一击轰出 阵发当场碎裂 叶家的一切暴露在眼前 而此刻只有夏若雪和暗殿的强者冲了出来 其余几人都在突破 而且是关键时刻 夏小姐 这里交给我们 你进去就行 暗殿强者冷声道 因为大部分暗殿之人都去昆仑山寻找殿主了 只剩下一些精锐 就连夜灵天和陆灵峰也在去昆仑山的路上 毕竟店主出事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夏若雪眸子冰冷 死死地盯着那个不远处的男人 绝美的脸庞如寒霜一般 我也算叶家的一份子 不管如何 我也要为叶家做一些事 可是夏小姐 就在这时 沙黎正一步一步地走来 嘴里挂着冷笑 有意思 华夏第一家族就这么几个废物 一位暗殿强者直接站了出来 冷声道 来者何人 这里是叶家 沙黎笑了 手中的剑收了起来 淡淡道 叶家算什么东西 叶臣都被我杀了 你们觉得还能挡住几分 我今日就是来取代你们的 安店强者和夏若雪听到这句话 彻底被吓住了 店主竟然就是此人害的 随后他们感觉到不对 便对夏若雪道 夏小姐 你和其他人赶快离开 我拖住此人 快 说完 那些暗殿强者便冲了出去 深知不敌 但是没有选择了 飞蛾扑火 保护叶家 这便是他们的使命 沙黎无奈地摇摇头 尹全废物 真以为你们可以掌控什么东西吗 在我眼里 只不过是蝼蚁而已 我一脚就可以把你们踩在脚下 雨落 沙黎的气息爆发 一掌直接拍出 巨大的掌印直接形成 那些暗殿强者怎么抵抗啊 当场身死 整个叶家大院只剩下夏若雪 夏若雪想要离开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一股无形的力量包裹着他 你就是那小子的女人吧 可惜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沙黎已经来到夏若雪的面前 他冷哼一声 夏若雪顿时感觉 仿佛连呼吸都没有了权力 沙黎的脸庞猙獰 死吧 他不拖延时间 直接动手 手中的零件 直接向着夏若雪的头颅斩去 杀戮且无情 夏若雪眼眸睁开 一丝泪水滑落 他不后悔 此生能认识叶晨足够了 叶晨 希望下辈子 还能做你的女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火红身影直接冲了过来 敢动我叶晨的女人 谁给你的资格 寒语响彻 苍穹之上更是一把长剑落下 速度极快 如陨石落下 杀意释放 长剑直接砸在了沙黎的剑上 直接击飞 夏若雪的束缚也彻底消失 这声音 夏若雪美眸充斥着惊喜 因为这是叶晨的声音 叶晨没有死 看着那道急速掠来的身影 夏若雪胶躯颤抖 他就知道 沙黎自然也是认出了叶晨的身影 他的表情有些难看 谁能想到一个必死之人就这样复活了 他居然失败了 如果被郑长老知道 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冷哼一声 带着冰冷的沙翼 直接向着叶晨冲去 没想到你小子的命这么硬 但是你就算回来 结果也是一样 正好把你的头颅带给郑长老 叶晨死死地盯着沙黎 雪眸仿佛燃烧 他所有愤怒在这一刻释放 剑来 万剑归宗 给我趴下 叶晨不想有任何废话 直接杀招 面对这种强者 他不敢有任何的懈怠 怎么会 面对叶晨爆发出来的剑势和剑气 沙黎脸上的笑容早已经消失 他眼中闪烁着惊慌的眼神 怎么会这样 这才两天的时间 这小子的实力 竟然跨越到这个地步了 这一刻 他心中居然生出了恐惧之意 在沙黎看来 叶晨纵然再是天赋惊人 也强大不到什么地方 然而 现在 沙黎发现自己错了 他错得离谱 巨大的危机迎面席卷 周身仿佛堕入到冰窖之中 寒气刺骨钻心而入 让沙黎心跳停滞 如此之下 沙黎开始恐惧 现在的沙黎 哪里还有半点的杀心 他不敢去想自己如何斩杀叶晨了 沙黎想的只是如何抵挡下叶晨这一招 只要能够挡下叶晨这一招 便还有机会 甚至血蒙还有后手 只要有机会催发后手 叶晨依旧必死 然而 那一切都是建立在自己能够挡下叶晨这一招杀招的前提之下呀 快 太快了 一阵阵穿透声传来 血雨飘飞 啊 沙黎撕心裂肺的惨叫了起来 纵然他全力的想要抵挡 又如何呢 终究无法抵挡 叶晨的一剑快到极致 快到不给沙黎太多思考的时间直接落下 这根本不是一个真圆镜可以爆发的力量啊 两天前他碾压叶晨 但是两天后怎么变成叶晨碾压他了呢 莫非此次有奇遇 就算奇遇也不可能这么夸张啊 叶晨爆发出的实力已经不逊色神游镜了 甚至这剑诀和他在亏见过的所有剑诀有着天壤之别 在这一剑交锋之下 沙黎手中的长剑被枕飞了 他的手甚至已经血肉模糊了 刹那间 时间定格 叶晨的镇魂剑毫不留情地穿过了沙黎的手臂 将他的手臂斩断 怎么可能 沙黎看着自己断掉的手臂 那鲜血宛如喷泉 他不敢相信呢 他的手臂就这样被一剑斩断 这个他妈是什么疯子啊 这小子不是受伤了吗 这小子不是真圆镜第三层吗 这谁能解释啊 我说过 我会百倍偿还 现在只不过才刚刚开始 你不要惊讶 因为待会儿 还有让你更惊讶的事情 叶晨寒彻骨髓的声音响起 打破了现在叶家的死寂 同时 沙黎的身体直接被震飞 叶晨站立几乎全开之下 沙黎在他眼中就是蝼蚁 这就是万箭归宗的强大 当然 叶晨体内的真气疯狂流逝 甚至精血液在燃烧 那又如何 值得 杀戮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现在死神来了 沙黎的身躯 砸在了叶家的一面墙壁之上 当场轰成碎片 眼下 沙黎已经顾不得断掉的手臂了 强行支撑着自己站起来 他那双骄傲的眸子 此刻只有惊恐 死死地盯着叶晨 这一刻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 对未知的恐惧 叶晨 我跟你没完 不将你碎尸万段 我沙黎势不罢休 双眼布满了红血丝 盯着叶晨 沙黎如同一头受伤的野兽 大声地嘶吼了起来 他低估了叶晨 他小看了叶晨 这才有了现在的结果 这让沙黎不能接受 叶晨 无论如何都要死 叶晨 你的实力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那又如何 今日此地 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你以为断了我一只手 便能够杀了我吗 不可能 哈哈哈哈 我要你死 我要你给我的手陪葬 看着叶晨 沙黎面目猙獰 血沙黎天阵 起 沙黎精血涌动 地面之上更是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骤然之间狂风起 剑气涌动 居然是阵法 叶晨脸上多出了一丝凝重 血沙黎天阵 他从没听过 但是此刻却是动静不小 没想到 这沙黎居然如此心思缜密 竟然在叶家准备了杀阵 你断了一只手 还敢在叶家玩阵法 你确定 叶晨冷哼一声 心中一念闪过 周身鲜血仿佛开始沸腾 手指掐绝 一颗颗零石直接射出 光芒流转 一道陈天黎留下的剑阵 直接寄出 此剑阵名为道尊破相阵 是陈天黎在四十岁的时候 偶然领悟 算不上什么顶级阵法 但是却有以阵对阵的功效 剑来 叶晨手腕一抖 寄出了阵魂剑 以阵魂剑为核心 释放道尊破相阵 天地灵气变换 阵魂剑携带着道尊破相阵的力量 直接射出 向着沙黎的血煞离天阵而去 这是一场阵法的交锋 空气当中弥漫着古朴的岁月气息 此刻更是充满了灵力的杀机 剑阵起 剑气四溢 此刻的沙黎对夜晨恨之入骨 此前 郑长老让他控制华夏 为了防止昆仑须的一些强者 有意见 他自然要给自己留后手 而血煞离天阵便是他的后手 我爱了 5 好 我们好 他们僞出 下 tab 路面